Hello,大家好,不要叫我小胖子,你们的爸爸妈,来来哟 Hi,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谢谢大家以往的支持 我已经在V站上也分享过了 我的频道突破了9万粉丝了 耶,谢谢,谢谢 那么呢,我今天想搞一下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活动 想录一期Q&A视频哦 回答大家的意外 嗯,那么就开始了 第一个问题 你老公中国人吗 不是的 到现在说到过好几次这个意外的 同意恢复一下 他是日本人 最喜欢上海哪一条马路 好,どこの道路が好きですか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街地鸡的地方 最喜欢的马路是 淮海中路那边的四南路 也是我的粉丝给我推荐过的一条马路 有很多老粉丝就能感觉到了老上海的气氛吗 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感觉 还有一个马路挺喜欢的是新雨东路 能感觉到了中国人的生活的气息吗 所以非常喜欢那条路 孩子教育方面 请问一下觉得中日有什么不同 有缺点都可以说 好,这个问题 我家有三岁的男宝宝 他现在在中国的国际班上学 他在现在有小小班 就被小班上课的 那教育方面的最大的区别是 中午是学习为主 日本的是玩为主 这是幼儿园的教育课程的区别 比如说我儿子的幼儿园的话 上午上中文课和英文课 那也有一点点晚的时间 但是不到半个小时 因为课程特别特别的丰富 真的没有时间去玩 那如果日本的话 比如说画画呀 唱歌呀 跳舞呀 到外面去散散步呀 这样的都是玩为主吗 也有可能做着些一些文字呀 数字呀 这样的时间 有 但是比率完全的不一样 哪个是好 哪个是不好 不是这样的问题 主要是我的孩子 比较适合哪个方式的教育 这样决定就可以吗 问一下 你刚刚到中国的时候 自证你困扰的事情是什么 困扰的话 是教中国朋友方面的吧 虽然我在北京旅行学一年 会说中文 但是在北京的时候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 都没有中国朋友 那我和中国人见个面的时候 认识而已的感觉 现在我知道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我没有理解到了中国人的自己人这个概念 我理解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是热情和新界这个点是没有变都是一样很喜欢的这个两个点 但是中国人的话呢对自己人或者对不是自己人的人态度是完全都不一样是两回事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日本人也有接近的概念 但是我们日本人是非常麻烦的民族 我们看起来的表情和心里头想的想法或者心情完全是不一样 这样的动物自己人和不是自己人的境界没有中国人那么明显 每次和中国人见个面的时候觉得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子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随意呢完全不理解 但是情况后来有了变化 开始去现在的做比较时候呢 我以外基本上都是中国同学 经常参与过了一些比赛或者比赛旅游 通过了这种机会 我才能深入的接触到了中国人的真正的社交或者交流方式 那如果我做到了某个人的自己人了 他们怎么对待我完全的不一样 就是跟亲切跟热情跟关心跟用心完全不一样的 之前的话虽然我会说中文 但是跟那个中国人见面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怕 但是一点都不怕了 而且我现在很有自信的跟大家说我也有了闺蜜好朋友了 嗯讲的比较差 はい次呢想知道潘妈妈在日本工作时是否开心 开心的我特别喜欢上班的喜欢工作的 我之前是在医疗商品公司做过销售嘛 那天天开车到每个医院商务的谈话 这样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喜欢 但是后来换了一个上班的了 得在那个一个办公室里面上班就感觉有点很无聊了 所以还是得看工作内容吧 但是基本上是我非常喜欢上班 很喜欢工作的类型的女性 脸上有班怎么去出 好做过美容的打工的我来回答一下吧 确保呀班点的话一出现的话 基本上是非常难去掉嘛 也有一些夫妇用品说有美白效果呀 可以去帮点呀这样的嘛 但是还是效果其实是不大的 完全的把它去掉的话 也接受一下美夫妇里 比如说采光呀雷射呀这样的 真正的意料的妇理 有了才能把它去掉 去掉的非常的难 所以语法是非常重要 想跟大家说的是中国女性素颜出门的态多了 真的没有必要去打个分底或者彩妆 没有必要去真正的化妆 但是一定要涂一下割离或者防晒霜 这样的回答可以吗 有一部电视剧名字叫三十 而你看过吗 里面演顾佳的演员叫童谣 和你长得挺像的哈哈 因为很多粉丝说我长得像童谣嘛 之前我不知道她是谁 因为我平时不看电视剧 包括日本的中国的都不看 但是手机上从所到了 觉得还是挺像的 尤其是嘴巴很小 然后这个很宽的那种脸 特别的像 她是个大明星嘛 长得像她多高兴 但是我发现我和她的很大的区别 是彩妆方式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她是中国演员嘛 她的彩妆是中国式 我是日本式 那如果像她一样涂一下大红色的话 长得像吗 我试一下 其实之前拿着她的照片进去一个化妆店 查讯过了和她一模一样的口红颜色的话 是哪一款查讯过了 又买了这个 试一下 我叫顾佳 后会武器 像吗 那继续啊 想知道APP之后的视频规划 会有什么新的策划吗 回到这个议问之前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点 为什么我做B站博主这个问题 我的频道是为了我的好朋友而开的一个频道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说 想学一下日本的鸡蛋卷 该怎么做 想学一学 但是菜不特别的简单 没有必要让她到我家来一起做要什么 那直接录一集视频给她看一看就可以嘛 视频呢录的真的都很开心嘛 那继续录下来 刚开始简单录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生活呀 我的儿的成长记录呀 或者国务分享呀 这样的 那又有了朋友说 能不能录一起中文讲座的中文课的视频 好呀 我会中文嘛 那顺便录一起视频给她看看吧 后来呢 越来越多的粉丝关注我的频道 那他们也向我提个要求 说想要看到的什么样的视频嘛 给我自己的频道加一点点的改进 这样做下来了 有很多频道有个主题嘛 比如说发一下中国新闻呀 或者中日桥梁呀 日语课中文课有好多好多 我的频道呢 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发过任何主题 只是想拿着我的技术或者精力 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按大家的要求而录视频 这是我频道的核心 看到大家开心 我也开心 这样的方式我也很喜欢嘛 所以这个核心的部分 以后也不会改变的 那以后的策划的话 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嘛 没办法到别的国家去嘛 包括日本 但是以后的话 希望到日本过去录一下我自己喜欢的日本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第一个策划 第二个是 应该大家也记得我夏天 去年夏天呢流长了嘛 老二流长了 但是老二的话我还没放弃 那以后呢 有机会再欢迎的话 再记录一下我的孕妇生活 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第二个策划 就这样想的 没有粉丝的存在的话 我的频道也不存在 没有意义这样的频道嘛 就呢 如果大家以后有什么需求要求的话 随时都向我提出来 好吗 谢谢 专属开始了 有点抄起来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吧 那觉得好看的话 给我点赞 并关注一下 并让粉丝们散烈一下 给我加油啊 好吗 那么到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